好了,我們看題目 他說 就是我們上學期末做了瘤帶瘤酸跟鹽酸的實驗 好,因為記號遮住了十字 我們做了五次實驗 各有不同的條件,長成正義德性 請問你 要探討濃度跟反應數量的關係要做哪幾次實驗 那什麼叫做 濃度跟反應數量的關係 那麼 改變誰 改變濃度 實驗濃度 鹽酸濃度 然後看誰 看反應數量 我們這個實驗我們告訴你說誰代表反應數量 我們告訴過你說這個實驗的表格裡面誰是反應數量 還記得嗎 時間的導數 時間的導數 最正確就是時間 看他時間 OK 好 所以 我要探討鹽酸的濃度跟反應數量的關係 我只改變鹽酸濃度 其他要不變 所以鹽酸濃度可以不一樣 但其他都要一樣 那這裡誰沒有其他都一樣 比如說溫度要幾度 40度 不能變 因為這裡只有兩個事實嘛 然後 流帶流酸濃都沒有變 都0.5 所以我要溫度要一樣 流帶流酸濃要一樣 那只改變誰 只改變鹽酸 你看上面 誰是這樣子 哪幾次是這樣子 所以看完以後 所以看完以後 我就知道 以跟比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 答案就選B OK嗎 OK 那 這個貝殼 跟鹽酸 就是貝殼加上 鮮酸會產生液化碳 這種泡泡 然後實驗轉這樣 實驗轉這樣 想要了解溫度跟反應的快慢要挑誰 溫度跟反應的快慢 所以你要改變誰 你要改變誰 你要改變溫度 其他都要一樣 溫度不一樣 其他都要一樣 然後呢 什麼貝殼重要一樣 顆粒狀要一樣 其他都要一樣 只改變 那誰是這樣的狀況 誰是這樣的狀況 銀車站接位 30 30號 你只能改變溫度 其他都要一樣 你選誰 你選豬 你做 看這邊 溫度不一樣 前面都是20 一個釘30 所以前面加釘 就是會改變 溫度的 可是你的顆粒要一樣 比如說都必須是粉狀 所以不會有甲 比如說 貝殼重都一樣 不用管它 然後濃度要一樣 濃度要一樣 所以不會有 就甲椅的 鹽酸濃度一樣 餅麵鹽酸濃度一樣 那你要看的是釘 所以釘就要跟餅配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 丙丁 丙丁 成上題 如果我做乙跟丙 我可以了解到誰 如果我做乙跟丙 你看乙跟丙是改變了誰 改變了誰 我了解的是 操縱變異跟異變異的關係 所以乙跟丙改變了誰 我就了解了誰跟誰的關係 看他一眼 來 請問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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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已經沒有1這個人了 10 C 你說 我們這個乙跟丙 我們這個乙跟丙誰不一樣 乙跟丙 貝殼重一樣 顆粒形狀一樣 鹽酸濃度不一樣 溫度一樣 所以我看的是誰 我改變了誰 改變的是鹽酸濃度 然後去看反應快慢 所以我了解的是鹽酸濃度跟反應速率的關係 所以答案就是C OK嗎 這就是我們的控制邊音法 我講過了 我們用各種各式各樣的不同的實驗 考同一件事情 控制邊音法 你要了解控制邊音法 那你就回答他的問題 有人問 請回去寫 課後練習 謝謝